哈喽大家好我是麦小豆 我们现在是开着这个新的大通V90房车马 然后从那个扬州回宁波 我们昨天晚上就住在那个中途的一个叫无锡眉村服务区 因为V90这个车型是刚出来不久的 然后路上跑的也比较少 所以很多网友对这个底盘的这个油耗还是比较关注的 我之前私信已经接到好几个这样的疑问 那我们今天就开着这辆V90房车 然后测试一下跑高速的这个油耗 现在通过这个仪表盘还能看到我们还有半箱多的油耗 我们待会去把油加满 就加到刚刚跳枪 待会就让师傅给我加到第一下跳枪 加到跳枪 第一个跳枪 这个行车湾大小其实我路过很多次的 以前来不是在下雨 就是夜间看不清楚 难得就是这么一次有阳光美蓝天白云的 我们白天从这边开过 看起来是挺壮观的 挺好看的 嗯 对了还有一点 就是我现在是开这辆那个房车嘛 它视野比较高 因为肚子高 视野比较高 所以我能看得比较宽一点 之前我都开那个小轿车 所以你看得比较窄 就没有那么壮观 前面我都拍一张拍照 我们现在是前面堵车堵了大概有差不多二十来分钟了 就是开开停停开开停 所以这个油耗可能测的不是很准 好了 我们现在已经从无锡的梅村服务区 到了这个宁波的攀火服务区 现在再把油给加上加满 加到第一次跳枪 柴油 这里是柴油 好了 加完油了 我们加了125元的柴油 相当于是24.5升 然后这一路呢 我们开了是257公里 让我来算一下平均每公里是多少钱 125 125 除以257 相当于每公里只要4毛8 哇 这个价格真的比 比之前开SUV还要省很多很多 我之前欧兰德加上一个车底车底行李箱 高速厂基本上的10个油以上的 而且是加那个9刷的汽油嘛 柴油比汽油便宜很多 然后我来算它的油耗 这个油耗怎么算 24.5升 24.5升开了257公里 那我来算一下 它的百公里油耗大概是9.5个油 9.5个油 反正比我之前的欧兰德要低一些吧 柴油车真的是省油啊 挺好的 其实对我们这种常年在外面的 一年可能要开个三四万公里的 这个油耗 不是 这个油钱还便宜不少 好 现在回家吧 离家也就几公里路了 好了 我们是从扬州上的高速嘛 扬州城几镇里面上的高速 然后到宁波 东 284元高速费 高速费比油费要贵出不少 好了 现在回家 这期视频就结束了 拜拜